因為我們想說衛道跟安人兩者單位他們都很想出來 那我們先解決一個方案就是 一樣的安排我們衛道次先到安人去做這個 程式語言的這個課程的教學 那這個部分其實因為他們學校本身也有一個電腦教室 那只是說可能那個電腦不是那麼多 那可能就由我們這邊再來密集一些電腦 就算不可能然後一起帶過去 讓孩子可以一起參與 那這部分找到第一個單位 我們就想說讓我們請我們有一個中醫老師 他會做那個用繪畫來讓孩子們彼此的交流跟認識 那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方式的相簽翻 然後接下來就是請會到程老師這邊負責的小朋友 來教這個安人的小朋友 那他們想讓他們來請他們對AP程式的這個興趣 然後最後如果時間上允許我們就做這個 《太陽六十八個球》的試作 那中午我們想帶孩子們 兩邊的孩子一起出來 然後就到他們 因為安人家人家六腳 那他隔壁鄉鎮就是東石 那到隔壁這個鄉鎮東石 他們有一個有那個外籍的配偶 他們所成立的類似這個家政班的媽媽 來吃他們做的一個料理 這個食材都是由 就是現地裡面去捕捉的魚 或者是田裡面摘的菜 然後魚溫也有這個 如果孩子們有興趣就可以操作一些手撒網 然後去捕食母 讓這個孩子們看一下 然後接著下來 這個大概兩點 兩點到三點我想帶孩子去那個 東石漁港去看這個漁獲怎麼拍賣 那當然漁獲拍賣很有趣就是 就是他都是捕上來的魚 然後一層堆的 然後一樓一樓這樣子 然後看看誰喜歡這些魚 然後去拍賣 那我們想法也讓孩子們 我們用一點點費用 讓孩子們去拍 也許拍一個蝦子 拍一兩條魚 然後當然我們請專業的人來幫我們拍 但是孩子在旁邊跟著 看他們去選 那這個操作就是讓孩子們 也體驗一下到底了解說 這個魚被捕上來做是什麼 接到消費者的手上 然後我們把各小組 可能拍賣到的漁獲 然後我們下午就是三點左右 到這個象河修學院 因為不要太熱 因為東石那個地方 海邊沒有樹 然後如果太熱 我們先去漁獅場那邊 就是都可以有摺 所以就比較不會熱 三點的時候我們再去猛拿 第一個單元去猛拿 也是分組去比賽 然後看誰猛的拿比較多 那猛拿完之後 小組成員就會有人留下來 做那個烤蛤蟆的動作 讓他們現烤 然後加上我們請這個象河修學院農場 把我們料理一下我們拍賣來的魚 跟蝦子 然後等到第二個單元去撈水草 會划成那個膠髮 那個可不可以安全 因為那個魚蚊的那個水池的高度 都帶膝蓋而已 就算你掉下去也不會吃 所以它是休閒的體驗農場 它就是撈著那個竹髮 全組一起出去 然後去撈海菜 然後把海菜撈回來 那體驗完這個活動之後 最後我們就是 請他們去釣那個河土 釣魚比賽 然後讓小孩去操作一下 去釣魚 那這個活動完剛好就 蛤蟆也靠好了 因為 那就可以來吃 就是最後吃個點心 然後準備出發 這是我們想像的規劃 因為這樣子的規劃 第一個 老師你們的五百塊 第一個可以用在這個 車子跟午餐 那其他後面效的體驗性程序 就由我們來負責處理跟炒作 那最後回程的時候 我們在車上就從帶個餐廳回來 因為那個也是 我剛剛說的外配客 他們兩位做那種所謂的 他們都自己用自己種的大麥 就是有機的大麥 然後做那個麵粉 然後做饅頭 有機饅頭 非常好吃 那也可以讓他們帶 還有他們很有名的這個 那個 那個 東貴 東貴香薯 東貴香薯 就是有點像 鳳梨薯 但是他們是龍眼 跟冬瓜做的 那 就是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讓他們可以 可以感受到這個土地 產出的一些食物 而且都是很 都是很 手工做的 功能機器 這個職業 那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那我們去 我們去 我們一車 那下午的行程 那個 那這樣一起出來 一起出來 對 幫我們編主 他的車司 都這個幫我們處理 都我們會處理 對 好 因為我們本來的收費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孩子 有支出一點 對 所以我們是幫孩子收 祈禱的食物 那其實我們本來是預備要帶 教材去給那個 那種馬下的 可是現在我看是二十位 所以可能 我們這邊預備的教材 就夠了 可能孩子就不用額外 對 那我現在想說 我們既然已經收這樣的費用了 那 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 所以我們會給安定家人 OK 我覺得安定家人也很需要 他們需要 對 那 你看你要轉換成什麼 什麼樣的 對對對 因為我們今天跟孩子講說 餘餘我們就是 就是捐贈 捐贈給他人家 對對對 因為安定家人其實也還蠻需要這個 對 失職的幫助 失職的幫助 包含這個所謂的 長期來他們的醫院必須說 不管清潔用品 或者是那種 對 個人的消耗性質 我們希望說在出發之前 我們先募集一些東西 既然游展車就帶過去 對 對對對 那你需要我們幫你募集東西嗎 沒有 如果孩子們有醫院 他們也OK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文具 因為我的意思是不只這些孩子 我們還可以動員選下 對 那就是我在跟安人那邊 確認他們的需求 對 就是他們需要哪些類的 對 我們這邊孩子最多的就是故事書 喔 那很好啊 喔 我們童書還有科學的書 非常的 孩子他們從小讀了很多 因為那到國中到高中 讀的機會比較少 對 那他們選給他們是很好 我們就跟安人家人這邊再做一些 他們的需求 他們開出 實質的如果他們的需求 如果他們的需求 如果他們有些需求 這樣子我們講 就是我們收費總共孩子的部分 我可能會有三萬塊 那兩萬塊就是這次的活動費用 然後五萬塊就是 我就可能會捐給對方的 安人家人家 對對對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假設 如果他們有什麼需求 我們可以幫忙 對 然後讓我們這些孩子 甚至我又要上土隊去問 我覺得對他們來感激 是一個體驗 這樣子 那我也跟老師跟這種抱人 因為安人家人 他是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先生 委託他們做進行 就是受保護打 所以他們其實基本上 在活動過很難 不要照到他們 臉不要照到他們 就是背影是OK的 就是我們PO上來 我們不要去把他們臉扶 因為畢竟他們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他的家人 我們常不帶去什麼家 就是這樣嗎 也是 也是 這個是有他們 都一再會講的 對 也是都會跟孩子這樣子做 對 那這樣子就 如果大家都 那這個時程呢 我剛剛有大概 我大概請你們會說一下 因為我們一七四八點八 八點八 然後大概九點半 九點半 那就能辦到十一點半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活動 九點半到十一點半 那就沒有科學的課程 如果 如果 我現在的想法 如果科學課程還是要進去 都到十一點半 就是 因為大概差不多 因為我們消費電話 二十分鐘到三十 如果七點半 我剛剛是畫七點半出發 也可以 九點到 然後九點到 十一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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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點 四十 是課程 四十OK啊 可以啊 好 那到十一點也沒關係 我還是不會這麼急著要出發 我想 因為 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移動過去的時間不長 二十分鐘左右 我們大概 應該如果有暗車的話 就慢一點 三十慢慢會到 所以設定快要做 應該也還好 對 那我說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應該是 心理的那個方向跟設定 是不太一樣 對 那就是 就是他們的孩子 對不對 對 會多嗎 會再多嗎 不會 如果一種可能 小幼稚園啊 放在手裡 你的女兒 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都在去 對 因為他們同一個年紀 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做吧 還是可以 因為上次我雖然是外配 就是 外配的小朋友 你可以帶來 也可以帶 如果他們一起來參與的話 這一次 但是我這個還沒做 因為 因為他們都是讀國小孩子 那一群都是讀國小孩子 可以喔 到三年級以上就可以了 可以樂 因為我們一個有交一個OK 可以大班 好大班 可以耶 所以我們要再設置一個小朋友課程 沒關係這個我們在想 不用不用 他們參與就好 沒有關係 參與就好 就在旁邊看他這個大姐玩 對他們也就好 他們自己玩 他們自己的 我想說我們孩子有下去的話 剛好 或者我們也可以 一個說故事就好 我們姐姐會說故事 因為要說故事也很好 很好 也讓這個來 還有那個 他六十 他們也可以玩 因為我女兒就煮了 所以是OK 我女兒在小二啊 就 女兒上應該是就會 都會了 就是訓練那個 如果你們希望 再把這個困人再拉出來 OK 我是覺得就是 這樣比例上會比較剛好 我是說可以當那個 因為他們 我們去年在做的時候 沒有 因為他那個 安人家裡的孩子 其實真的很希望 外面多認識一點 就是多認識一點 他們同肺的 對啊 其實這是他們很大的需求 我覺得他跟他們 可能距離不差了 所以我想說這一個 孩子你在幫他 他如果我們可以當那個 外配的孩子 可以一起 OK 那名額再請 最後跟我去 好 我就會答應 如果你是希望算 我們最大的值 就到40 我也讓外配那邊 如果有那麼多 如果可能沒有 就是告訴你們沒那麼多 他不知道會不會有那麼多 我等一下數三號 我的庫舍有多少 我記得是30值 好 那就抓30 好 那就抓30 好 好 我就再請 廚房姐那邊的小廚 在大概幾個 就是三年級以上的孩子 好 他國中都很適合 來學AV讀書 30 OK 我們來設定式 你這次說 你去做什麼